李鎮宇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我今日發言的主題是 健全權力還行的制約和監督的機制 早前貿出局有人員 因在審批重替投資移民 和技術移民的申請過程中 涉嫌職務的犯罪 被廉政公署拘捕 並移送檢察院 因連署之前已經公布了 貿易投資促足局審批重替投資移民 和技術移民的調查報告 因此相關事件 並未令社會感到意外 雖然重大投資移民 和技術移民存在制度的流動 但是如果嚴敢審批 仍然可以對本土的經濟發展 起到促進作用 相關政策 之所以成為社會口誅不伐的對象 至於政策的執行者 需監管、執行不力、選工匪師 令相關政策 最尊濃為有身人 取得本土臨時居留許可的捷徑 失去了政策的本意 事件反映出官員權力 在缺乏有效金督的情況下 政策制度容易成為 腐敗的溫藏、掠除的工具 社會一直呼籲政府 盡快完善官員文責制度 但本人認為 政府在完善官員文責制之餘 亦須強化有權必有責 用權受金督的施政理念 將原來的事後結果追究的單一模式 轉變為事前、事中、事後的多重權力約束機制 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金督 將權力關進制度的農子裡 形成不敢扶的懲戒機制 不能扶的防憤機制 不宜扶的保障機制 權力導致腐敗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權力不論大小 只要不受制約和金督 都可能被濫用 只有將權力關進制度的農子 把權力運行立入制度的軌道 用制度監督、規範、欲蓄權力 才能夠保證權力正確行使而不被濫用 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 金督是權力正確運行的保證機制 失去金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沒有有效的金督 就不會有對腐敗現象的真正抑制 貪權是腐敗資源 攻心是廉政之機 權力是一把雙人劍 正確用權造福居民 忍用權力而害社會 五連發展規劃指 政府將努力實施善政為民用權 在此希望政府能夠設實 踐行施政的承諾 強化廉潔高校行政體系建設 尤其要抓住官員這個關鍵的少數 充分發揮其領頭人的作用 確保各項施政的目標和願景 按其補質補量完成 不辜負居民的因節期盼 多謝